店里监控显示,中午12点半,华女士坐在这个位置用餐,丈夫坐在对面,而她的包就放在一旁凳子上,这时一名年轻女子走了过来 女子先是坐到了华女士身后,接着拿出手机,一边打电话一边四处张望,并慢慢靠近华女士 女子观望了一阵后,确定四周无人注意,随后趁华女士的丈夫起身的一刹那,迅速将包偷走,便离开了小店 华女士说,这次被盗,她的损失约为两万元左右,但最让她着急的是各类证件难以补办 因为你的信用的话已经被明显的拍下来了,公安局的话迟早会找到你的 目前华女士已经报警,派出所对此事介入调查 8659记者报道